打方向灯 确认右后方没车 驾驶从混合车道右转弯 高雄一名张小姐日前到台南 就是这样开车的 事后却收到了一张红单 让她觉得莫名其妙 我又不是从内侧转弯 我是从外侧转弯 违规项目是在多车道右转弯 没有先驶入外侧车道罚600 重回这个路口位在台南中西区 民权一路跟中山路口 现场直及这辆休旅车右转 后面来辆车也跟着转弯 驾驶应该都不知道 这样右切已经违规 两分钟内至少三辆车都这样转弯 在地人自己也不傻傻 这边应该蛮多人都是这样直接过去 我自己开车也差不多差不多这样 我们不可能去站在机车道那 以这路段来说 机慢车优先的车道 汽车不会去征道 走混合车道 也有可直走转弯的箭头 跟着标线又挨乏 原来到虚线处 就得切到机车道再右转 不能够到路口再弯 但靠近路口的地方 还有一个停车位 也压缩到了机车停等红灯 和行驶的空间 怎么转弯没有任何标示提醒 画这样的虚线设计 不就如同陷阱吗 车子很多嘛 所以我打方向的时候 没有人要离我 都不让我靠近 等我可以转弯的时候 就已经到十字路口了 因为我觉得这是道路设计的问题 因为这边其实旁边那一道很窄 以高雄大速路来说 可变换车道的虚线 在距离路口前50公尺就画设 而且路面上也有清楚标示 可直走可右转的车道 因此用路人能够清楚明了 高雄市区能转弯的车道 提前一个路口有告示牌 台南市区路小车多 民众控诉跟着标线走挨罚 交通局回应 转弯前要提早30米打方向灯 换到外侧车道 以这样的概念进路口30公尺路段 以点虚线的方式划设 从此处汇入 强调不是陷阱 要用路人自己多留意 东森新闻在台南嘉义综合报道